好我們再來做 第一題13 2歐姆1歐姆串過來 叭叭叭叭叭接 請問裡面有2安培 問說多少 這個 這個就是 以後就會電阻都不一樣 然後呢就有各自的能量 各自的功率你要把它算出來 你要算經過這個我要求的 東西的電流多少 電壓多少電阻多少來做 好第一個 2歐姆呢 公式呢我們用 I平方乘以R乘以T 為什麼因為它串聯嘛 因為串聯的電流都一樣 所以我容易我如果找到 總電流也是你的電流 我找到1歐姆電流也是你的電流 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所以都一樣 那麼這裡就有一個總電壓 總電阻可以求總電流啊 就是 好 1歐姆就2安培 就表示2歐姆也是2安培 好就不用算了 電個2歐姆 時間是1秒鐘 就往裡面帶 就算出來是芭蕉了 算出來就芭蕉了 OK 好 就是 這個 第二個是問你說電池每分鐘提供多少 就總啦 電池是全部總 要就 就 因為我們的電池都假設沒有電阻 所以不可能帶那個有電阻的公式 對 所以只有什麼可以用 什麼QV啊 或者是 ITV啊 可以用嘛 因為都沒有電阻 好 那你就是要找到I啊 要找到V啊 還要有時間啊 時間要計程換成秒鐘啊 好 所以 用總電壓總電流帶進去 或者 你分開算 算出2歐姆有多少 1歐姆有多少 2歐姆每秒消耗1焦2 1歐姆消耗2焦2 那總共消耗3焦2 我的消耗就是電池提供 所以你可以算出2跟1 然後加起來就是電池也可以 這也可以 那現在我們用方法1 要你複習以前的電壓電流跟電子 好 所以 再來算 1歐姆2伏特 2歐姆4伏特 就是以前學過的 通過電流兩邊電壓 然後 總電壓怎麼辦 加起來 總電壓壓起來 總電流一樣嘛 頭串他一直總電流一樣 所以我就總電流也是2安培 所以總電壓算出來 利用福特 因為題目沒有給我 都把他想辦法求出來 然後呢 帶進去 IPV 算出來720 算出來720 你這樣 好 你也可以用我們的第一小題的方法 算出1歐姆消耗動 然後把他直接加也可以 所以720交了 這就是立題13 好 換各位 請問你 6歐姆跟3歐姆 串聯接9伏特 剛才沒有告訴你幾伏特 現在有告訴你幾伏特 但是沒有告訴你電流 你要想辦法 好 然後呢 請問你電池沒有提供多少 1分鐘3歐姆消耗多少 3歐姆消耗多少 來 請問 這答案 是多少勒 答案多少勒 這個不小心把答案告訴你了 九交耳 來來來來 怎麼做出來的 怎麼做出來的 V平方出壓乘以T 因為有電壓嘛 然後就找電阻就好了 你理論上找到的電阻是外面的陷入的電阻 你算出來是外面陷入的消耗 可是外面陷入的消耗 就是你的電池的提供 這兩個意思是 一樣的 兩個意思是 一樣的 所以呢 電壓9V 總電子要加起來 時間一秒鐘 然後帶進去 就是九交耳 OK 但是下一題就有點小囉嗦了 就是問你3歐姆消耗多少 第一 9伏特 不是3歐姆用掉9伏特 是兩個 並串聯之後用掉9伏特 所以你沒有它的電壓 題目也沒有它的電流 那你怎麼辦 要想辦法找啊 就是這一次段考範圍的內容啊 想辦法找電流啊 想辦法找電壓啊 然後再到公司裡去啊 就是回到了這一次段考要你求的 你要怎麼算啊 不是9伏特喔 那是幾伏特咧 電流會多少咧 找到這團帶進去做啊 那應該是多少咧 好 來 找某一位大帥哥或大美女吧 蛤 這個是帥哥還是美女 帥哥三十五 帥哥三十五 那問題是沒有給我啊 不解啊 找啊 我會用 我會想用電流找 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串聯電路 六歐姆電流 就是三歐姆電流 就是總電流嘛 那總電流可以用總電壓 跟總電阻去求啊 題目上每個電路都給我 我就有總電阻啊 電壓也給我 然後我就有總電壓啊 那我就有辦法來求啊 所以 那我就會帶到這裡面來啊 好 所以咧 總電壓也分電流 然後V的IR 要帶總電壓 要帶總電阻去求總電流 所以總電壓九福特 總電阻串聯加起來是九歐姆 所以往裡面帶就知道 電流是一安培 通過六歐姆一安培 通過三歐姆一安培 通過電池也是一安培 然後呢 就有個 拍平方RT就有啦 電流有 電阻有 時間有 過一分鐘 記得換成秒鐘 所以往裡面帶 所以答案就是一百八十交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禮十九 練習禮十九 用的就是 需要用到我們以前 讓你去求電壓電流電阻的那些想法 所以我說過了 這一次段考要交的東西 你必須要會 這裡你才有辦法算得出來 否則你光會被公示 你也算不出來 因為你求不出電壓 求不出電流 求不出電阻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十九